中文字幕 李宗盛 說到正確 又回到正確 今天請了一位 不如我先介紹吧 八十後的年輕內地作家 如果是給你 你會怎樣介紹自己 我一般網上會這樣介紹自己 一手的福建人 二手的浙江人 三手的香港人 寫字換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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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的福建人 為何是一手福建人 我介紹一下我的名字 我叫許奇 我爸爸是福建人 祖籍福建 我是自江山 二手的寫字換金人 寫字換金人 寫字換金人 十八歲的時候來到香港 十八歲來香港 第三手才是香港人 第三手香港人 你現在是用香港身份證嗎 是的 因為我們的觀眾可能說 不知道有沒有香港身份證 就不當是 有三個星 香港有些部分人被人說有派外生態 有 好像之前派六千元 有些人有些黃巡龍 看到這些有些人說 有些內地人 甚至大陸人是旺寵 來香港是黑販的 雖然說 現在拿進換比例 香港人是比內地新移民高 但有些人說 超過了七年已經變成香港人 所以比例不是這樣 你怎樣看這些排外的言論 你會看到會不會很不舒服還是怎樣 我覺得這是正常 正常 其實不一定是香港 我想如果現在有一個政策 說上海人有上海戶口的 派六千元 沒有上海戶口那些 或者剛剛變成上海戶口那些 都是有或者都沒有 一定會有這個爭拗 即去到哪裡都有 應該是特別是 中國人 我覺得其實上海 如果真的同樣的事情發生 在上海會嚴重過香港 嚴重過香港 上海人那些排外的 那些很出名 全世界有名 香港人其實 算是比較溫柔 算是溫柔 算是溫柔 如果是福建 浙江會不會都有這些排外的情況 即外省人去到那個生活 生存會不會被歧視 即是他比較窮 或者是 我覺得福建好像好很多 福建比較民風比較好些 因為這樣我發現 越是還未發展的地方 這個情況做愈好 因為福建其實說起來 它是一個沿海的省 但是為什麼它一直都沒有發展呢 我福建朋友跟我說 因為它一直都是作為一個台海戰爭的前線 所以不讓它發展 如果發展得太好 萬一跟台灣打起來 這樣什麼都毀了 所以現在兩岸關係好了 從去年開始 開始發展 國家有一個計劃 叫做發展海西計劃 海峽的西面就是福建 現在才剛開始發展 以前不是有些改革開放廈門 全州等都被國家定位發展到城市 會不會那兩個城市發展是不錯的呢 其實你真正去 因為我爸爸就是全州人 其實你真正去過廈門 你覺得都很一般 但是那裡真是民風很順 廈門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但是會不會更兇 因為那些人說福建人特別兇 不會 反而是特別熱情 特別熱情呢 特別熱情呢 是不是說話大聲呢 說話大聲 我覺得全中國都是這樣 對 全中國都是這樣 對 相比 相比來說 我想可能香港人和日本人比 可能都算是大聲 當然是 那福建好像有很多輸出的人口 去到英國 美國 澳洲 例如在那邊做餐館 那邊做勞工 都是福建人口 這是怎樣解釋的呢 其實福建和浙江的南部 就是溫州那裡開始 一直都是一個僑鄉 為什麼呢 我想我想 可能要去到歷史 去到明朝 明朝來講 全州是一個對外的碼頭 那時候很多阿拉伯人 就是去到泉州 那裡登陸的 登陸 登陸 來中國 所以 你現在去到泉州 你還看到很多那些清真寺 很多阿拉伯風格的那些建築 所以 可能那時候已經有這個傳統 那個什麼 鄭和夏西洋 夏西洋 都是從泉州出發的 所以 可能是那個時候的一個傳統 那個傳統 即是 開始的人都散到西大國地 那 那你就來香港 為什麼當年你18歲之後 決定來香港 不是 其實這個家人幫我決定 哦 為什麼 因為 去到殖民地的時候 香港還是一個 不是 你沒有殖民地 我03年 其實我很小 我03年 我18歲03年 03年 03年那時候 已經不是 嗯 大家都 家人都會覺得香港好 為什麼 改革開放之後 基本上 你說那時候 殖民地那時候 作為一個愛國來看 大家都是 中國人幫香港做愛國來看 那時候 做愛國的月亮會更遠 那 真是 經濟方面是比 大陸套很多 這個思維一直都留在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些 中國人的心裏 所以一直到現在 可能都覺得香港 有機會去香港 都是一件好事 就是香港 賺錢 工作機會多些 所以就安排你過來 對 因為見得太多 去了香港 然後回來的那些 就有錢 真的很有錢 但是現在的人就說 香港就不生完沙士之後 就抹大手掌 即等Sipper 等自由行 甚至等中國安排香港 成為人民幣 事業中心 好像說香港是港產 香港經濟開始不行 在你們上面有沒有這樣的看法 香港開始不行 好像沒有國內發展得那麼好 開始嫌棄它 甚至看不起它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看不起我覺得一定不會 只不過我們現在覺得 大陸現在發展 以後有可能 是經濟方面 超過香港 特別是 特別是以前 其實我記得民國那時候 有一種說法 叫做大進海小香港 49年之後 慢慢變成大香港小上海 這幾年 我好像有聽到 有些人開始慢慢說 以後會變回大上海小香港 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 如果真的覺得自己 香港不算什麼 是對以後的一個預期 應該不是現在 現在一定不會看不起香港 是否普遍預期都是 香港都會衰落還是落後 經濟方面 我想有很多人會這樣 但是當然 所以現在大家慢慢開始說 香港的價值是什麼 其實大陸都有些 文化人在討論 香港的價值是什麼 有一個 我記得是杭州的 我有一個學者朋友 他就說 香港找了這個法治 法治和這個自由 大陸起碼要用50年 或者100年之後 才有希望做到 內地的人 甚至普通市民 是否這麼欣賞 香港的法治 自由 民主 他們覺得香港這一套 搞亂當 是不好 和中國模式 是有差別的 我覺得 不一定所有人都欣賞 我講 可能低層次一點 低層次一點 我有以前大陸讀大學的時候 有個老師 他說 他暑假去了香港 他說 香港有什麼好 都是杭州好一點 為什麼呢 他就套了一口痰在地上 我是杭州 想套痰就套痰 去到香港 什麼自由 有什麼不好 吐疼的自由都沒有 吐疼的自由 當然這個是低下階層 上層的人都會分 所謂的 什麼 我猜左派右派 這些分別 山 resort 更有極左的 那些 就會自稱為 中共模式比較好 西方所有的歐美化 特別是美國化的 都是不好的,是和平演變 又變成什麼都是西方好 香港一定比大陸好 其實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有這些看法 當時你父母安排你來香港 不怕你來到香港變成反共的份子 因為一些政客例如劉夢宏都說香港是反共基地 所有反共人士都離開香港發展或避難 有時你有沒有擔心有反共份子 在香港培養了反共的心態 我想大陸本身有很多反共的心態 平民也是,還是文化人? 當然 是想推翻政權的心態 我們這樣說 這個共是中共還是共產主義 如果是反共產主義,我想會騙人 譬如說反蘇共 以前其實六十年代那些反蘇修 那些不是反共,反蘇共 那時候他們甚至 史達林死了之下 在黑龍傑夫一上台那一刻 甚至很大批判蘇共的路線 那些你說可不可以叫反共 我覺得都可以叫反共 但過了文革之後 有很多人 不一定被迫害 但是 是因為文革所以擔悟了他們的自身發展那些人 他們都會覺得 當然不要再來一次 當然 不一定去到反共這個 這個層次 但是 不想再來一次 不想再來 這個是有的 即是不想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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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當然我覺得 你說 現在 你問 很多人是不是要想 推翻政權 又不一定 我覺得不是 即是 我都相信 平民老百姓 即是在國內 無論是城市鄉村 都沒有那種心態 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即是一黨專政上 是否 那些人都是 普遍是接受的 還是 有些人 都是想推翻他 但比例多不多 去接受他 真正想推翻我覺得不多 其實我自己也不贊成 也不贊成 我自己也不贊成 我始終覺得 這個 演變 慢慢演變 一定是好 我記得好像胡適說過一句說話 不是胡適 是那個 酬罪人 酬罪人說過一句說話 他說 現在經常都說 變得太慢 變得太慢 但是大家 說不知 只有 慢慢的變化 才是真正的變化 為甚麼 我理解可能好像 譚王那樣 你推得太厲害 你會讓他反彈出來 你慢慢推他 他才可以真正 去到那個位 然後 不變回 如果要 好像要整革命 可能共產黨 反抗就很厲害 可能甚至 再來一次 軍閥 閣據 是否有這樣的擔心 軍閥閣據 我想可能 沒有可能 或者回到戰爭的時代 戰爭的時代 我不知道有甚麼可能 但我不希望 我只可以這樣說 會否是 其中一個 你們 不想有劇變的原因 是 回到戰爭時代 還是為甚麼 你們那麼抗拒 會有劇變出現 整怕了 以前 你說 我說回之前 為甚麼慢慢的變化 才是真正的變化 以前是 極左的時代 極左的時代 你沒有發現現在 改革開放了之後 中國變成一個極有 我覺得是比資本主義 更加自貫主義的 一個地方 那些貧富懸殊 那些有錢人可以享受 一個很好的待遇 是做得比 我舉一個例 譬如你現在是機場 你 買了頭等 香港是不是都是這樣 買了頭等 你可以 大地方方 不用排隊 可以 優先登機 香港都是這樣 類似這些 做得很明顯 完全不理 那些 沒有錢人的 感受 怎樣明顯呢 就這些 又譬如說 那些心態 最近 上年開始 我爸爸是李光 近來有 李相光 李相光 這些 他們 很大方這樣說 你知不知我爸爸是誰 很大肉大擺 是呀 他會這樣 很明顯地 告訴你 我爸爸是誰 你知不知 就 等於是 這些小孩子 他們信 信 有權 或者有錢 或者有名 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為什麼他會信這些 這個就是我講的 平時 這個整個社會太明顯 表現出 有錢和沒有錢的 分別是什麼 所以大家都信這件事 其實他講出 你知不知我爸爸是誰的時候 他一定 自己覺得 對方都信這個 這個準則 他才會這樣說 是 所以 你就看得出 其實所有人都信 你有關係的 跟你沒有關係的 我一定要服從你這個關係 這個有些規則 但這些好像在資本主義國家 都很保險 甚至香港你有關係 和沒有關係 都是 日本 但是 為什麼 上面的人 特別富二代 特別在這方面 特別囂張 會不會是因為 他們 之前都是窮 對上一代 突然很有錢 就變了 暴發戶 心態 調整不到 以前過於 他自卑 變成現在 很自大 會不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當然會有 我記得 香港是不是有一個詞 叫做 二世祖 是 都是富二代的意思 我想香港 是不是都出現過 這些類詞 到現在 都有很多 我覺得 唐欣年也其實是一個 是嗎 即被人說他是 二世祖 我覺得 一個文明的社會 當然你說這些 靠關係 或者你說這些 不公平的東西 每一個社會一定都有 但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我想是 他是 做得不太明顯 起碼表面上 做得公平 起碼 你就算 現在很多 白色好抗爭 說你 你這個 你 擺一下 架實 你說是公平 表面上公平 其實都不公平 起碼他表面上是做一個公平 起碼他 做了一個決定 預先 預先是那邊告示 給你們說 增值什麼意見 起碼這些 表面上 做得 舒服一點 你幫我當人 當人看 就是這些 我覺得這些文明一點 在大陸 會不會是 如果你有關係 有權勢 明顯 會不會是 在法治方面 都明顯 打了人 我都沒事 我在上學 老師的隊友 成績要高分一點 有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今天 好像那個你想說的兒子 被公安放了 你會發現 我們經常都會聽到很多 那些 窮人 犯了法 在警署 或者監獄裏 很多年都不放出來 或者很多 很長時間 被人虐待 你有錢人 就可以這樣快 放了出來 這個還不夠明顯 我覺得 已經 很說明的 但這個跟劇變 和戰變的關係 巨變 劇變戰變 你說 我覺得 大家不要想著 一夜之間 這些權勢 這些人 全部都沒有了 大家要相信 這個可以慢慢 慢慢來 慢慢變 現在 比起以前 我想已經有很多 這個有很多 我覺得 舉例來說 現在有網絡 微博 特別是微博的出現 完全改變了 這個 整個 社會的 心態 譬如說 可能 李箱江的 兒子這件事 如果 沒有微博的 時代 可能 他被人拉了 拉了之後 他爸爸出去 去警署 看看 然後 接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 但現在有微博 一放在網上 幾萬次的轉法 你完全擋不住 我覺得 這是 漸變 而且是變得 好的地方 但那些動力是哪裏的 漸變動力 人們說 共產黨對自己 不會變 如果你看香港 反共分子 共產黨信不過 他是不會 自己去變革 只是希望 自己的統治地位 更加 穩固 只是懷有政策 哄人 本質是不變 你們認為 漸變的動力 在哪裏出現 令到這個國家進步 我覺得 我不知道 那個原動力是哪裏 但我覺得 科技可能是其中一個 很大的 動力 原因 就是 這個網絡 這個科技 當然 你說起微博的時候 你 一定要說到 這個智能手機 的出現 因為有了智能手機 所以我可以 遇到什麼事 我立刻 拍照 然後 放在網上 所以 這個科技 令到這個 整個世界變了 當這個世界變了之後 你一定要 你 被這個時代推著 都要去改變 我不知道 以後會變成怎樣 但是現在 大家自從微博產生了之後 大家就說 這個圍觀改變社會 轉發改變社會 真的有一定道理 很多事情 都是因為微博 才變成一個 公眾事件 包括這個 上半年的 國美美的事件 國美美 韓習智會 一開始你覺得 國美美是一個人的事 然後變成了 雄實智慧 整個事 然後再變大 變成一個 整個 中國慈善的 這個事 這個慢慢被人轉發 這個傳播 圍觀 這個事件就會變得越來越大 當這個 整個社會的 信任危機 變成了對慈善 有這個 不信任的時候 你背拍 是不是這樣說 你 被人推著 這個慈善一定會改 你不改不行 會不會都是因為科技 始終 中國人有一種大盡的良知 見到不公平的事發生 都會出來發聲 到國家政府見到人不滿 就一定會去改革 去進步 令到自己的 施政更加去順利 得到更多民心 但如果劇變 劇變 不好處 去哪裡 要一夜之間就改變 就暗暗了共產黨 中共就下台 或者不是下台 或者 明天開始 人們可以一人一票選 選擇是否盡是中共做統治 你覺得這個劇變 又會帶來甚麼破壞 我覺得 可能可以舉一個 近來發生的例子 利比亞 利比亞現在是劇變 整個卡達菲被推翻 你說一個專制的人被推翻 是好事 這個自由派上台 好事 但是這個劇變 你有沒有想到 卡達菲被推翻之後 怎樣收尾 那時候自由派 組織武裝的時候 那些槍被搶出來 派給平民 大家 拿著槍就是士兵 現在打完仗 那些槍 你怎樣收回 這個社會的 社會的危機 怎樣解決 這些就是 劇變他帶來的 一些 後患 無窮的東西 後患無窮的東西 但是 中國那種劇變 會不會有些分別 可能未必需要經過打仗 有一天 國家突然醒悟 突然推行民主 如果突然推行民主 也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台灣 好像當年 蔣經國 可能有李登輝蔣經國 這個年代 會不會走到模式就可以 會不會呢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如果 現在不是 大陸是鄉一級 鄉村那一級 是普選的 鄉長那些都是普選的 但那些鄉長那些 一定有提名 或者 最後 現在選人大 李成鵬最後不是候選人 雖然你投票那一刻 投票那時是一人一票 但 參選和提名權政那裡 也不是那麼 那麼先進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知道 現在很多那些村長 鄉長 為了拉票 很多那些 貪戶 會選 是嗎 會選那些事前 就很多 譬如說 因為他 會選 因為他知道他當選了之後 他會得到多少 他算得出來 所以他就答應 如果你們投我一票 我一人給1000元 或者5000元 類似這些就比較多 劇變可能 都是害怕的 但可能實際上 軍事上的戰爭不好 可能台灣那些人不知道好不好 會否有時候會覺得 我們香港人 經常要求要搞什麼 莫理花革命 是不是 就覺得 你前陣子莫理花革命 然後一批我們香港改革 他分子 就覺得 上面有機會落台 見親日有什麼 貴州有 動亂 懲罰真誠的動亂 就有 中國可能 就會暴動 弄多這些暴動 共產黨就落台 上面什麼都不好 會不會覺得 香港人是很不了解 我們的國情 甚至在推翻政權方面 是很天真 我一直有一種感覺 現在可能已經在一個革命的時代 革命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了 整個二十四紀是一個革命的時代 從深海革命 五四年 一直到九九年 一直到八九 一直到革命 但是 現在你說 還會不會有人 八十年後九十年後 再想 好像以前那樣 去犧牲 去奉勉自己的生命 我一直覺得可能已經過去了這個時代 但是 會用 有一種感覺就是 每一代人 其實都需要有一個歷史性的大事件 去給自己一個標籤 去劃分 我們這代 和你們這代的分別 那些戰後嬰兒潮那些 當然他們會覺得 前面那一代是經歷過戰爭 後面那一代是沒有經歷過戰爭 經歷過文革的人 前面那一代是文革的人 後面那一代是沒有經歷過的 八九又是一個分界 八十年後和九十年後到現在 都還沒有一個 歷史性的大事件 作為我們的標籤 我覺得 這樣的事可能會有 一定會有 否則 我們變成 跟後代沒有分別 就算沒有 一定會 大家會做一件事出來 但不一定是革命 是甚麼我不知道 不知道 會否覺得香港人年年 在六四 搞支聯會 搞維園 燭光 會否覺得 覺得 這樣沒有用 會嚇怕 嚇怕了中共的政權 或者 更加討厭 你們不願意 和你們 溝通 你這種抗爭方式 是沒有用的 因為有很多內地 但朋友都是這樣想 你又怎樣看 沒有用 沒有用是甚麼意思 又說要結出一黨去專政 共產黨 一定不理你 太負面了 你又說口號 我想 這個都是以前 他們所謂有用 這可能都是以前 革命時代留下來的思想 我一定要達成一個目標 我才叫做有用 其實 你 做一件事 不一定說我一定有一個目標 其實我們去 我們去 六四維園 我們不一定是說我要推翻你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南京有一個 南京大屠殺 越南同胞紀念館 我去到那個紀念館很好 我才說是一個好 設計也很好 你入島已經感覺到 氣氛是很悲創的 但是人們又要進去 這個不理他 當然我覺得 那個設計得好的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你入島 你將會被他的氣場震懾 我想說的是 裏面有一句說話 我覺得 八個字 說得很好 叫做 可以原諒 不可遺忘 日本人做的事 可以原諒 但是 我們不能忘記了 有一件這樣的事情 我們建的紀念館 都不是為了 消滅日本 我們去到 紀念館 去調練 我們死了的那些同胞 都不是為了 要消滅日本這個國家 一樣的 我們去六四 點一支蠟燭 我不是為了 為了推翻你 我們 拒絕遺忘 我不想忘記 我不可以忘記 歷史上曾經有 一次這樣的事情 有一個這樣的夜晚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沒有用嗎 我覺得有用 有用就是不要忘記 起碼不要忘記 好似大陸 現在的學生都不知道 但會否覺得 他要求結出一黨專政 是很傻 這個我又不懂得 有些朋友說 其實他說結出一黨專政 是很傻 反而會令到 跟中共更加反感 更加不和你談 你說內地很多學生 會否真的 八九六四在內地 是一個完全不能接觸的話題 香港人就說 如果你在內地打八九六四 就在網上顯示不到 尋找不到 我說一句 有一次我的朋友 香港朋友來的 我問他的手提電話是多少 他在微博上私訊給我 那 發不過來 因為他的號碼 最後四位數字是八九六四 發不過來 內地是否這麼厲害 言論自由 是否我們看到 那麼低 還是他有一定空間 給你 說這件事 甚至是 其他關於政制改革的東西 是否 如果說 例如說六四 私底下可以說 擺在桌面 一定不可以說 擺在桌面 即是 例如說你公開演講 大學老師 開課來講 一定不可以 是 討論政治 討論 很多 所謂敏感的話題 是有技巧的 譬如說 大家知道有一個 叫余敬榮的教授 余敬榮 余敬榮 為甚麼他可以說 因為他 很限定他是一個 學術的討論 學術討論 他不是說政治 他不是說一些 變格的東西 他一定強調他自己是一個 學術的 討論 學術討論 這樣就可以了 討論學術的 學術的 但是 始終會不會你覺得 這裡 言論空間都是 低了一點 會不會 希望可以開放多一點 如果開放多一點 會不會有問題 他出現 開放當然 一定是所有人的目標 但是這個時代 有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很多文化人 用很多 暗示 比喻 飲慾 大家都看得明白 但是 你說他有問題就有問題 你說他沒有問題就沒有問題 最好的例子就是 洋子彈飛 大家都知道他是說什麼 甚至有人說 一開始有一個 馬列主義 馬拉著列車 列車 所以 這個可能 我聽說 東歐 結束蘇聯之前 都是這樣的 有些導演 大家都是用一些 隱喻 所以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看得明白 但是懂得用隱喻 會不會只限於你的文化人 或者是 學識高一點的人 普羅大俊都是盡味 懂得用這些隱喻 甚至 聽不明白這些隱喻 我覺得 看回樣子彈飛 但大家都明白 真的 你不明白 因為真的有了網絡之後 看不明白的人 一想到什麼盜版網 你一看就知道 他都解釋 想回到盜版 講了那麼多 這些東西 我們好像 問回一些 我們香港普遍 不太理解內地的東西 例如 我們經常說 如果在內地你沒有錢 醫病 就算你死在醫院 門口 醫院都不會理你 不醫你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到現在 或者是否真的有 當然 平時如果你想開微博 經常見到這些事情 香港的情況 就算你沒有錢 都醫了你 即是內地 上天涯網 會有接響 看到這些故事 其實是否真的 是內地的普遍出現 還是真是震了 你沒有錢 你以為你死 是否真是這樣的 普不普遍 我沒有做過統計 但是 當然 你 時不時 看一些媒體 當然媒體 他是有 他有這個選擇 他可能只報 他當然是只報 死了人的事 沒有死人的 他不報 也不需要報 但是 我有一個體會 我是在杭州住了七年 我是很不喜歡去看醫生的 我可以不看 我盡量不看 為甚麼 因為 你一去到 無論你是甚麼病王 他一定建議你做全身檢查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 醫生的收入 除了他的基本工資之外 其實有很多獎金 這個獎金就是 就是你 你為醫院貢獻了多少 你拿1% 是 拿到自己 所以 如果 你 譬如說 感冒 傷風 你 他開一個月 10元 給你 如果 10% 他拿1元 但是 他叫你做全身檢查 你的費用是100元 他就可以拿10元 所以他甚麼病 他一定是叫你做全身檢查 即是敲詐你 敲詐 你可以這樣說 當然 但是 又是這樣 他叫你做甚麼 你最好 就是配合 如果你不做 你不做 這個100元 他會推薦一個1000元 你騙死 但是 說回 沒有錢不醫 我也問到國內朋友 不可能 因為國內有醫保 人人都有醫保 就算如果你真的沒有錢 可能你 鄰倫很多城市生活 你沒有 當地城市的保險 醫保醫 你又沒有錢去求醫 你把你的事 去告訴傳媒 傳媒把你報道 就很多人捐錢 他給你 你一定可以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覺得醫保這個事 是一個很好的事 很好的 當然我們他做得好 我們要說他好 我覺得醫保這件事 其實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說 好過香港 好過美國 美國都是 奧巴馬上台後 才知道 大家來做醫保 香港搞不成 大陸現在是這樣的 他真正可以分到給你的錢 或者你真正可以 去醫院用得到的錢 可能是不多的 但是他這幾年做了一個 全民醫保之後 他鋪了一個網絡 他可以去到一個 農村 很偏僻的農村 都可以 接受到這個 醫療保險的 服務 那樣的好處就是 如果他想筆錢下來的時候 他起碼有這個 好像火車那樣 你 有了這個 鐵路網之後 你 就方便 比你毛鞋方便很多 還有 有很多的政策 好的 譬如說 現在 以前 譬如說你是浙江省的醫保 你只可以是浙江省 用的 這個錢 如果你去了新鎮 你要回去浙江看病 現在可以 不用 可以跨省 現在可以跨省 跨省 跨鎮 是的 這個 我想 其實技術上 應該不難做 在網絡時代 但是 這個改革 真是好 如果香港人去內地工作 都一樣有醫保 有公司去拼請你 那麼 講治安 內地治安是否真的那麼差 例如 有人偷東西 搶你錢包 甚至 行新聞 不是那麼受到保障 是否真的那麼差 我說我自己在杭州的經歷 我在杭州 我記憶之中 說我沒有不見過人包 不見過一次單車 沒有被人搶過 家裡好像也沒有 不見過什麼 我覺得 OK的 內地治安都可以 沒有香港人 我只是說杭州 我沒有 整個內地 我不知道 杭州是比較好 因為有時香港人 想回去住 擔心幾件事 第一就是 退醫療 醫療有醫保 退協保障 治安 如果在大城市 可能都可以 還有 還有那些 黑心食物 我聽說 吃到一些 有毒退食物 今天不知道 報紙 我忘記了 有毒 有受精 那些 你們這方面 又怎麼看 是否真的 這些是很嚴重 黑心食物 三果 不知道可以吃到 人現在 減了男人的 生育能力 那些什麼 縮法劑 我覺得是 我以前 當然是 我覺得這是 很有趣的地方 當你去到 內地的時候 你會 我會 什麼都吃 放心吃 因為 你沒有可能不吃 那就不要嚇自己 但是我回到香港 我就會擔心家人 在那邊 吃點東西 健不健康 還有 一定有 不健康的 食品 平時我們一定都吃到 譬如說 大陸 所有大學的後門 都有一些 很骯髒 那些 小食店 或者 小炒店 我們 在那邊吃飯 其實我們 深知 他們一定有什麼 地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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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限做理由 市限做理由 一定是那些 但是我們 吃的時候 就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或者 可能 一定知道 那些魚 可能是死的 那些 不要去想 不要想 但是它可以 避免不到 其實你是 吃不出 吃味道 吃不出 因為 一滴香 打打火鍋 也有 內地經常說 一件事 有一種香港人 擔心 交通意外 就是有些人 被車撞傷 因為它不想賠償 醫療快 因為 很長手尾 寧願 再倒後車 再剪死你 這些 香港人覺得是內地很多法治的漏洞 法治保不了人身安全 你覺得 你又怎麼看 這就是法治的問題 即是內地法治也更有問題 當然 譬如說 最近月餅稅 以前月餅算是福利 發給那些單位的工人 今年開始 北京和南京 突然之間又收稅 法律的依據是 說這個算是個人所得 但是 個人所得稅 是說 這個 有收稅 另外一個法 叫個人所得稅 施行條例 施行條例又說 這個福利是不用收稅 所以 你看得出 這個很矛盾 法治 即是解釋權 是啊 你看看 《明日明報》 有關於 《世紀版》 有關於 《世紀版》 即是《日明報》 那 說到 如果香港人 現在說香港人要跟內地融合 很多商家都說 香港的年輕人 眼睛要 趕快一點 多點回內地做事 其實你自己建不建議 香港人要回內地做事 如果香港人回內地做事 會在 跟內地 生活 甚至內地人 會在哪幾方面 有出現的困難 我覺得如果香港人要回內地 當然家裡要多 你首先是不要對內地有任何幻想 它是怎樣 你體驗了才知道 而且 人工方面 最好在香港 找好工才過去 即是 你沒有說 去到那邊才找工作 因為可能 你會一時接受不了 就是 香港人工 一般來說 超過一萬元 但如果你去到內地 想找一個超過一萬元的工作 是很難的 是 你可能 一時接受不了 一萬元突然變成五千元 所以最好 那邊找好工 再過去 這是我的 除了 人工問題 沒有其他 什麼文化 其他東西 適應不了 我覺得 就像我之前說的 你不要對它有任何幻想 去到那邊去體驗它 慢慢觀察它 即是適應不難 適應不難 只要你 你預先是沒有什麼 什麼幻想 它就是它 你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衝突 你適應 去 適應 適應觀察 適應觀察 大陸人會普遍覺得香港人有很大的香港主義 香港人去到內地特別好像很厲害 我們友情也沒有 香港人 大家都覺得香港人很有禮貌 有禮貌過大陸人很多 起碼 台灣人都是這樣的 你不喜歡你不會表面 看不出他也不喜歡你 但大陸人可能比較直 我不喜歡你我就罵你 沒有禮貌 不會說多謝 不會說你好 但大陸沒有一種認為香港人不會覺得香港人以為自己很厲害 不會有這樣的心態 我接觸好像沒有 接觸好像沒有 可能年輕一代也不會這樣覺得 最後 你下來到香港 你怎樣 你剛才說 一手是福建人 二手是浙江人 三手是香港人 如果要給自己身份認同 你問你 中國人 香港人 香港人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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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怎樣給自己一個身份認同 我 我希望可以是香港的中國人 香港中國人 即是為何是香港中國人 是用香港人的這種 世界性 去做一個中國人 香港 但是 將香港擺在中國 之前會不會太自大 想香港帶領中國 事實上就是 即是香港帶領中國 改革開放之後一直都是 即是內地人普遍 歡迎 以前就是 香港東方之珠內的改革開放 抄襲香港的模式 即是長期學習 就是遵循他利用 即是到現在 是不是內地人都認為 香港都應該盡量 繼續去學習 以及利用 我想應該是吧 應該是 特別是法治方面 法治 但現在內地金融經濟 都不斷 飛黃騰達 會不會 開始有些人認為不需要 學習香港 或者香港已經沒有資格 再令到內地 成為內地學習的榜樣 有些人會這樣想 有些人會這樣想 多不多 我覺得 多不多 有些知識的人都不會這樣想 有些常識的人都不會這樣想 即是認為香港都盡有 甚至在經濟 法治 經濟 經濟方面 經濟方面 你包不包覆 經濟的規則 經濟規則 如果你是說經濟規則 當然是香港 領先 經濟的規則 即是新民的規則 甚麼都是有法治的 無論是甚麼都是有的 認為香港應該是香港 中國人 香港答應中國走向 進步即走向漸變的 路線繼續走 今天很多謝 許記先生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